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美国在园1.5亿元武器 乌克兰总统参加G7领袖会议 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庆祝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人口贩运中转站 休斯顿机场培训员工识别人犯 纪念宇航控制中心 Nasa揭幕大理石长凳 先来关注俄乌危机的最新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宣布1.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新计划 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七国集团领袖预计将在俄罗斯二战胜利日之前的周日 召开视讯会议 并邀请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一同参与 俄罗斯国防部周五发布视频显示乌克兰马里乌布尔市 被围困在亚素钢铁厂内的50名平民被撤离 其中包括11名儿童 乌克兰指责俄罗斯违反让所有被困在工厂的平民撤离的听火协议 只允许50人离开 乌克兰城市马里乌布尔遭受俄罗斯长达10周的轰炸 亚素钢铁厂仍在乌克兰战事手中 乌克兰官员表示 俄罗斯已加强对亚素钢铁厂的袭击 并希望在下周一莫斯科庆祝胜胜利日时宣布占领钢铁厂 俄罗斯表示周六继续允许平民撤离 在今次庆祝二战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日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将与七国集团领导人 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视频会面 拜登周五宣布1.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新计划 将提供更多炮弹、雷达等设备 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并呼吁国会授权动用更多经费 与此同时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周五到访罗马尼亚的空军基地 这是她四天东欧之行的第一站 第一夫人为美军送上食物和蛋糕 并送来几瓶番茄酱赢得阵阵掌声 这次访问她还将造访斯洛伐克 了解乌克兰难民的情况 和琉璃失所的家庭一起度过母亲节 此外 周五晚联合国安理会首次针对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声明达成一致 声明中表示 对维护乌克兰的和平与安全深表关切 但没有提到战争、冲突或入侵的字眼 国际社会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仍在持续 意大利政府周五下令警方扣押一艘价值约为7亿美元的豪华游艇 有媒体说 游艇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 在宣布扣押的声明中 财政部没有透露所有者的姓名 只说与俄罗斯政府的重要人物有联系 新唐人记者刘海英 瑞丽综合报道 韩国军方消息指出 朝鲜在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7分 发射至少一枚不明飞行物体 韩国与日本的调查都显示 这可能是短程潜射弹道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绝对不能接受 目前美日韩都在密切关注朝鲜的行动 预计这个月会再次举行核子试验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批评朝鲜一再发射导弹 对和平安全构成威胁绝对不能接受 美国国务院指出朝鲜核子测试地点 封锡里最近有频繁活动 岸信夫表示日本防卫省与美方评估 朝鲜最快在这个月就能完成核试验的准备工作 韩国情报当局指出 朝鲜可能会在美国总统拜登 21日访问韩国之前进行核武试验 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 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 休斯顿法轮功学员举行庆祝活动 并分享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体验 上周日休斯顿法轮功学员 在当地著名的景点赫曼公园举行集体练功活动 庆祝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 法轮功学员排列成整齐的队形 伴随着练功音乐 展示着法轮功五套功法 这个法轮大法日可以说是全世界法轮功学员 甚至包括认同支持法轮功朋友的一个共同的节日 法轮大法也称为法轮功 是李洪志先生1992年5月13日 在中国长春公开传出的 要求学员遵循真善忍的原则 做好人提高道德 从而达到身体的健康 我以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按照中共的话说 叫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其乐无穷 天天就享受这个 但是后来当我接触了大法之后 我发现做人不是这样做的 而且当我放弃了我这些思想的时候 我就觉得人活得很轻松很自在 就是身心愉悦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法轮大法在30年里 使上亿的人身心受益 目前已经红传全球六大洲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给无数的各族裔修炼法轮功的民众 带来身心灵的健康和福音 我感觉到我感觉到 越南学员密表示 修炼法轮大法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给周围的人带来幸福 他的家人在见证他的改变后 也都开始修炼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rakash表示 修炼法轮功让他心境平和 在中国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修炼大法的话 那么渔国渔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美国德州修斯顿大法弟子 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法轮大法好 人善人好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永齐大宇 修斯顿报道 修斯顿飞机场系统是全国第一个 加入国土安全部反人口贩卖项目的机场 本周机场对员工举办反人口贩卖的培训活动 提高机场安全环境 随着夏季的临近 机场的来往旅客逐渐增加 人口贩卖现象也成为机场治安防范要务之一 本周三 修斯顿飞机场系统和联邦及地方执法部门 社会机构 对布什国际机场的30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重点介绍人口贩卖的判别和预防 我们知道车航是一个通知 人口贩卖的判别 所以我们必须要承担这重要步骤 让我们认识 国土安全部代表说 全球有数百万人遭到贩卖 人口贩卖涉及数亿美元的利润 是仅次于毒品贩卖的第二大国际犯罪产业 在人口贩卖中使用的交通工具 经常是商业航空或者私人飞机 人口贩卖现象的方式有很多种 人贩子用毒品和特殊的手机来操纵和监控受害人 12岁至14岁的青少年最容易被人贩子盯上 人贩子使用社媒平台利用青少年的单纯和对浪漫情感的向往引诱受害人 而社会上的变异潮流文化对皮条客和娼妓的鼓吹也在霍乱人心 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财年调查了上千的人口贩卖案件 休斯顿飞机场系统每年的旅客达到6000多万 飞机场从两年前开始对员工进行反人口贩卖的培训 至今已有18000名员工经过培训 民众如果发现疑似人口贩卖现象 可以联系国土安全部专线1866-347-2423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齐大宇休斯顿报导 周一 官员们聚集在位于德州休斯顿的VFuse工厂 建制了一个完全由美国制造的模块化炼油厂的最终交付过程 该炼油厂将取代非洲安格拉的一座旧炼油厂 安格拉共和国是非洲第二大产油国 该国一直在向中国出口原油 并从欧洲进口昂贵的精炼油 为取得能源上的独立 安格拉政府在与其他国家合作 在其卡宾达省设立一个新型的炼油厂 索南狗一匹是一家来自安格拉的国有石油公司 也是炼油厂项目的发起人 EFuse是德州休斯顿的一家石油工程公司 他们为安格拉设计建造了卡宾达的模块化炼油厂 并通过测试炼油厂具有先进的设备 可以帮助安格拉国内的原油加工 总部位于伦敦的投资公司 GM Corp也赞助了这个项目 他们对美国与非洲国家的能源合作非常看好 项目高管表示 由WeFuse生产的炼油厂将为安格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改善当地经济 EFuse还与其他非洲国家建立了类似的伙伴关系 以进一步帮助非洲在未来实现能源独立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齐慧大宇休斯顿报道 休斯顿约翰逊太空中心近日揭幕了特制的大理石长凳 以纪念载人宇航任务的控制中心团队来看报道 今年是休斯顿约翰逊太空中心成立60周年 近日美国宇航局载人航天运行协会 将特别制作的三个大理石长凳 制赠给在上一代航天历史上做出贡献的航天控制中心团队 美国宇航局休斯顿约翰逊太空中心最高负责人 主任Vanessa Wachee 以及前任主任Jerry Griffin出席了制赠仪式 三个大理石的长凳是由近100名非盈利组织成员出资制作 每个长凳重达1500磅 安装在Christopher Crafted Jr.太空任务地面控制中心 这里曾因为Apollo 11人类首次成功登月 而在1985年被命名为国家历史地标 三个大理石纪念长凳 向以前的多个太空飞行任务的控制团队致敬 包括上个世纪60年代的载人航天Jiminy项目 人类首次踏上月球的Apollo登月项目 70年代美国送到太空的第一个太空站Skylab 以及航天飞机Space Shuttle项目 也包括美国和前苏联联合执行的太空行动 Apollo Soyuz测试项目 休斯顿约翰逊太空中心主任希望 人们在现代太空科技发展中不忘前人的贡献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齐大宇休斯顿报道 在广告之后 休斯顿新闻简讯 带您回顾一周大事件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收看本周的休斯顿新闻简讯 今天是5月7日 本期的新闻简讯有 今年是休斯顿动物园成立100周年之际 上周六休斯顿动物园特别举办百年庆祝的特殊活动 众多社区嘉宾和民众参加 动物园还安排各种活动 展现动物园拯救野生动物的事迹 动物园表示 经过100年的历史 动物园现已发展成为占地55英亩 拥有600个物种 6000多只动物 以及顶级动物保护的世界级动物保护组织 动物园百年庆祝活动 还将延续到明年 庆祝活动还包括保护动物的筹款步行活动 艺术壁画展示 耗资1.5亿美元的动物园百年庆祝活动 还包括加勒帕格斯群岛 它是一个展现群岛野生动物的大型展览 更多详情请到休斯顿动物园100周年的网站上了解 德州州长领导层为边境安全行动 孤星行动批准了近5亿美元的额外资金 其中近4.7亿美元用于支持德州国民警卫队的部署 州长表示拜登总统无视边境危机 德州不会袖手旁观 州长埃伯特采取了诸多重大行动 以确保边境安全 包括获得40亿美元的边境安保资金 启动孤星行动 部署数千名士兵 逮捕和监禁非法移民 建造德州边境墙 签署法律打击人口贩运 及芬太尼的制造与分销 将移民运送到华盛顿特区 联合其他州签署谅解备忘录等诸多举措 据当地媒体报道 休斯顿目前的中价房约为33万美元 比疫情之前上涨了约8万美元 因此购房者需要比一年前高出近27%的收入 几年收入在7.4万美元以上 才能买得起中价房 有数据显示 只有47%的家庭买得起单户住宅 比2021年同期下降了近10% 而福便郡居民则需9.5万美元的收入 才能负担得起 本周三 休斯顿市长和市议会批准了休斯顿市条例 第30章有关噪音和升级监管的拟议修正案 该条例的修改 是由居住在商业区附近的休斯顿居民投诉推动的 这些商家因在深夜制造过多的噪音 包括音乐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声音条例中最突出的更新是要求 离住宅区300英尺范围内的所有商家都需要声音许可证 许可证会限制这些商业机构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内 发出规定分贝之内的噪音 以上就是本期的新闻简讯 稍后看到台湾夜市节精彩美食特色文化 14日将登场 欢迎继续收看 由台湾同乡会主办的台湾夜市活动将于下周举办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活动特色 想起台湾就会想起那里的夜市和美食 那么在5月14号台湾人活动中心将举办台湾夜市节 我们就请这次活动的主办方来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亮点 所以下周台湾夜市又开始了 今年是第七届 对是今年是第七届 我们从2014年开始做到现在 中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两年没有做 所以去年决定我们一定要报复心的把它再做起来 太好了 那每次台湾夜市其实都台湾小吃非常有名 那这次的活动是如何安排的呢 其实这次活动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已经两年没有 很多人都没有回去台湾了 所以我们除了是吃食物之外 我们也希望跟主流社会大家可以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请了警察局跟消防局都一起来 让大家共襄盛举 也让大家了解到说 他们都一直是在保护着我们的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载歌载舞 我们有东风乐团来表演 也有一些特别来宾来表演 所以也有给小朋友的节目 是 我们还有Tom Depot会来做一些手工的东西 所以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玩 那我们在活动中心里面 也有很多同文的一些booth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布袋戏啊 或者是做不一样的一些 台湾式的一些童玩 那每一年这个台湾小吃都非常的有名 也很吸引人 那今年的是怎么准备的呢 对 因为就像刚刚宜恋会长讲的 已经两年没有做台湾夜市这个活动了 那大家都很期待 那在期待之中呢 我们也是要有些创新的东西 所以今年呢 我们就把一些各种地方性 台湾地方的不一样的东西带来 像台湾很常就有一个现象叫做战南北 就是吃什么东西都有分 南部的人怎么吃 北部的人怎么吃 那我们今年呢 就是把台南南部的米糕的方式 带来了今年的台湾夜市 那我相信是绝对值得大家去品尝说 你到底是比较喜欢南部的米糕 还是台北的米糕 这其实都有差别 那再来呢 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东西 是我们在台湾7-Event很常吃到的关东煮 这是很有家乡味 因为台湾的这种便利商店的文化 已经跟台湾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搬过来 除了是把那个超市 以前在超商里面吃得到那个感觉带来以外 还要融合在这里的所有的食材 我相信也是大家绝对会一定要去品尝的 对 是所以从这个活动上我看到 无论是文化还是美食 都凸显了台湾的特色 那讲一下为什么在美国社会 来宣传来推广台湾的文化这么重要呢 我觉得大家常常会忽略 大家说我们台湾其实有特别的文化 一个小岛里面其实有一些很美的东西 然后常常大家都遗忘 所以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台湾其实除了吃还有很多很棒的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说让全主流社会 跟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知道说 台湾到底有多好玩 我们今年还特别邀请了常荣来 因为他是我们唯一从休士顿 可以回到台湾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 他可以参与我们一起带大家共襄盛举 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说 把台湾文化送给大家 让大家一起玩 有机会都去台湾玩一玩这样子 然后在特别方式的地方是我们也有跟台湾的 黑熊保育协会做合作 所以我们今年还是在海报设计上或视觉设计上 还是以台湾黑熊作为一个主体 当然在活动中除了吃喝以外 还有玩当然很重要 我们今年又把台湾的夜市的游戏的文化 尽量再把它更丰富一点点 像我们过去有那个在夜市射飞标的 射飞标射气球那个经验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延续 那过去几年一直都有的 弹珠台啊 然后捞金鱼啊 打水球啊 套圈圈这个 你是绝对除了吃以外 也不会错过的一个部分 是而且是全家一起来玩的好机会 是 没错没错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再跟我们观众讲一下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我们的地点是在我们的活动中心 5885 Point West 也就是在Harwin跟Gessner的那个交口的地方 然后我们是5月14号 10点半到4点 可是我大概很早就在那里了 希望大家赶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三年不见了 三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那这么久没有回来我们台湾人社区走走 相信这一次我们自己的台湾 Team Taiwan的这个团队呢 也是准备得非常充分 绝对让大家好吃好玩 回去就会想说你们什么时候还要再办 绝对让大家值回票价 希望你们赶快来哦 谢谢大家 谢谢 稍后一起来看 机器人大赛落幕 经文处答谢社团与媒体 在休斯顿举办的FIRST机器人大赛落幕 台湾参赛队获加继 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答谢参与的社团和媒体 谢谢我们今天的休斯顿的桥界 在得知我们台湾的高中生 来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FIRST的情况之下 能够大家出钱出力用心 来接待我们台湾的小将们 让我们台湾小将们 在这个激烈的竞争的情形之下 能获得相当多的奖项 也代表了我们桥界对我们国家 以及政府的支持 那这次的奖项当中 有我们南科时钟获得了一个非常品质奖 也是难能可贵 那另外我们建国中学 以及高雄的中正高工 也都分别获得很多的掌声 那这次的一个奖项 代表了我们台湾的科技界 已经下下扎根 未来我相信我们政府一定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好的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心天气情况 欢迎关注天气 下周的天气都是92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周日晴天多云 最高温度96度 最低温度76度 96度也是一周中的最高温 周一最高温度94度 最低温度76度 周二和周三也是晴天多云天气 最高温度都是92度 周二最低温度74度 周三最低温度72度 72度也是一周中的最低温 周四晴天多云 最高温度94度 最低温度74度 周五最高温度96度 最低温度74度 周六晴天多云 最高温度94度 最低温度74度 5月8日是母亲节 许多人会在这一天 给自己的母亲送上一份祝福 然而母亲对一个家庭 特别是子女的成长 所付出的是如此之多 以至于许多认为 每年只有一个母亲节是不够的 这也是一个调查公司 对2000位美国人 所做的调查问卷 所得到的答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